感謝主 感謝主 感謝Berkeley給我們的分享 謝謝Berkeley給我們的分享 他真的改變了很多 他真的改變了很多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心裡其實有很多負面的想法 他心中有很多負面的想法 就算有好事發生在他身上 他都會將他從負面的方向去思想 就算有好事發生在他身上 他都會從負面的角度來解讀 但今天不一樣 但今天已經不一樣了 他學會了感恩 他懂得感恩 他的人生變得更加快樂 他的人生變得更加快樂 一切都是神帶給他的改變 一切都是神帶給他的改變 而且他也學會去承托他的太太 而且他也懂得承托他的太太 以前他經常都作弄他的太太 以前他都是捉弄他的太太 他經常都有一句名言 他說他的就是他的 他太太的都是他的 他以前分得很清楚 自己的是自己的 太太的歸太太的 太太也是他的 太太也是他的 但是今天他可以成為一個 承托家裡的大丈夫 但是他現在成為了一個 可以承托家庭的大丈夫 我們將榮耀歸給神 我們將榮耀歸給神 哈利路亞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聖經的故事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聖經的故事 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 這是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阿伯拉罕 他的名字叫亞伯拉罕 我們都知道阿伯拉罕最出名的 就是阿伯拉罕跟隨神 我們都知道亞伯拉罕最出名的 就是亞伯拉罕跟隨神 但是他跟隨神到一個什麼地步 但是他跟隨神到一個什麼地步 我們先看一幅地圖 我們來先看一幅地圖 他跟隨神到一個地步 就是離開他自己的家鄉吾爾 他跟隨神到一個地步 就是他離開了他的家鄉吾爾 然後神帶領他去一個 他所不知道的地方 向著這個應許之地進發 然後神將他帶到一個他不認識的地方 並且他向應許之地前進 這個旅程相當地長 這樣的旅程非常長 你看看我 他在吾爾這個地方出發 你看他從吾爾這個地方出發 走過整個亞洲 然後來到這個應許之地 走過整個亞洲的境界 然後來到這個應許之地 當年不是現在 當年不比現在 他是用腳來走 他真的是用兩隻腳來走 你有沒有想過你用一雙腳 可以跨過整個亞洲的多遠的路程 你有沒有想過你可以用一雙腳 跨過整個亞洲的境界 走到這麼遠的路程 當他來到應許之地的時候 當他來到應許之地的時候 亞伯拉罕就選擇在別士巴定居下來 亞伯拉罕就決定在別士巴這個地方定居下來 其實他遇到很多困難 其實他遇到了很多困難 甚至他在別士巴定居下來的時候 他需要滑水井取水源 甚至他在別士巴這個地方定居下來的時候 他必須要挖掘水源取水 但是他滑一個井就被人搶 但是他一滑井就被人搶走 連續搶了六口井 而且連續搶走了六口井 最後他滑到第七口井的時候 人家就不敢搶了 最後當他滑到第七口井的時候 人家就不敢搶了 因為當時滑井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當時的滑井不是這麼簡單 並不是說你一滑下去 就真的會有水 不是你一滑真的就會有水 但是連對方都看見 連續挖了六口井都有水 但是別人看到了 連續亞伯拉罕挖了六口井都有水 這個人不簡單 這個人不簡單 他是神人 他是神人 神與他同在 神與他同在 所以滑到第七口井的時候 所以當挖到第七口井的時候 他們就不敢搶了 他們就不敢搶了 所以亞伯拉罕就把這個地方 起名叫別士巴 就是盟約的意思 就是盟約的意思 紀念他與神的盟約 和人的盟約 紀念他與神的盟約 以及與人的盟約 因為當地人和他納約 以後不再搶他了 因為當地的人之後 也就不再搶他的井了 所以亞伯拉罕就在那個地方住了下來 所以亞伯拉罕就在當地定居 他也美化那個地方 栽種垂絲陽樓樹 他也美化了那個地方 開始栽種垂絲柳樹 按道理來說 他應該就在那裡安居樂業 舒舒服服地住下去 舒舒服服地住了下來 但是今天我要講的故事 它是很特別 但是今天我要講的故事很特別 就在這件事情之後 就在這件事之後 亞伯拉罕已經安居落葉 在別士巴之後 亞伯拉罕已經在別士巴 這個地方安居樂樂業之後 23章的時候 創世紀23章 創世紀23章 突然之間整個圖畫就扭轉了 突然之間整個圖畫就變了 因為在這章裡面 就提到亞伯拉罕的太太薩拉 因為在這一章就提到亞伯拉罕的太太薩拉 她突然之間就死在希伯倫這個地方 突然之間就死在希伯倫這個地方 然後亞伯拉罕就將她埋葬在希伯倫 然後亞伯拉罕就將她埋葬在希伯倫 問題就來了 問題就來了 既然已經在別士巴住得舒舒服服 既然已經在別士巴這個地方住得舒舒服服 為什麼不將薩拉埋葬在別士巴 要埋葬在希伯倫呢 為什麼不將薩拉站在別士巴 反而要葬在希伯倫呢 這個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未解之謎 這個一路以來都是一個未解之謎 今天我們要在聖經裡解開這個謎 今天我們要在聖經裡來解開這個謎 我們要看為什麼亞伯拉罕要得罪希伯倫 更加要將她的太太埋葬在希伯倫 我們來了解為什麼亞伯拉罕要去得罪希伯倫 更加要將她的太太莎拉埋葬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今天講到的題目就是 興起得地就是現在 所以我的講題今天是 興起得地就是現在 我們好不可以先一起來祈禱 我們一起來祷告 天父我們多謝你 天父我們感謝你 多謝你將你的真理向我們顯明 感謝你將你的真理向我們顯明 聖靈我們求你進入我們會場當中 聖靈我求你將在我們的會場當中 進入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 進入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 讓我們用信心可以聽明你的道 讓我們可以用信心來聽明你的道 也都讓這些道成為我們生命裡的幫助 也都讓這些道成為我們生命裡的幫助 多謝主 感謝主 聽我們討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奉耶穌基督的名 我們來看今天的第一個大點 我們來看今天的第一大點 定義直根於希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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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讀創世傑二十三章 第一道第六節 我們一起來讀創世傑二十三章 一至六節 請問希伯倫 薩拉 薩拉享受一百二十七歲 這是薩拉一生的歲數 薩拉死在加南地的激烈阿巴 就是希伯倫 阿伯拉罕為他哀動哭號 後來阿伯拉罕從死人面前起來 對客人說 我在你們中間是外人 是寄居的 求你們在者女給我一塊地 我好埋葬我的死人 使他不在我眼前 客人回答阿伯拉罕說 我主請聽 你在我們中間是一位尊大的王子 只管在我們最好的墳地裡 埋葬你的死人 我們沒有一人 不容你在他的墳地裡 埋葬你的死人 《聖經》裡面說到 薩拉其實是唯一一個 她的壽數被記載的女人 《聖經》裡面講到 薩拉其實是唯一一個女人 她的壽數是被記載的 表示她的活著是非常有意義的 她一生的年日在神的面前 都是蒙紀念有價值的 她一生的年日在神面前 是蒙紀念有價值的 她所度過的是一個 絕對不平凡的一生 她所度過的絕對是一個 不平凡的一生 她和她丈夫阿伯拉罕 和她唯一的兒子三個人 住在別士巴 她和她丈夫阿伯拉罕 和唯一的兒子三個人 一起住在別士巴 但是她在她死的時候 突然記載她的壽數 她走到盡頭 就死在基利亞巴 就是希伯倫 但在《聖經》裡面記載她 走到了她歲數的盡頭 也就是她死在基利亞巴 就是希伯倫 加南地的基利亞巴 就是希伯倫 加南地的基利亞巴 就是希伯倫 希伯倫 希伯倫以前的名字 就是基利亞巴 希伯倫以前的名字 希伯倫以前的名字叫基利亞巴 其實意思就是巨人之城 意思就是巨人之城 這個地方充滿了巨人 這個地方充滿了巨人 其實是很難可以得到的 其實是很難可以達到的 她就在耶路撒冷的西南面 她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南方 後來就和萬利成為了一座城 後來就很賣令成為了一座城 亞伯倫後來將他改了名叫希伯倫 亞伯倫後來將他改了名叫希伯倫 希伯倫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與神聯合 希伯倫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與神聯合 所以薩拉是死在希伯倫的 所以薩拉是死在希伯倫 表示其實他的死是在神的同在連結當中死去 表示他的死是在與神的連結與同在當中死去的 他是在同神的連結當中被神接去 他是在主女死了的意思 所以薩拉停留在這個地方是非常有屬靈意義的 所以薩拉停留在這個地方是十分有屬靈意義的 當然當他死了之後 亞伯倫就為他哀動哭號 當然他死了之後 亞伯倫也為他哀動哭號 這個哀動哭號是有很強烈的不捨的情緒的表達 這個哀動哭號有非常強烈不捨的情緒在裡頭 因為他們夫妻非常恩愛 因為他們夫妻相當的恩愛 但哀動過後 亞伯倫也看明白了一件事 但哀動過後 亞伯倫也看明白了一件事 薩拉和神是相連的 薩拉與神是相連的 所以薩拉在這個時候 必然是向著更美的家鄉前進 所以薩拉必然是向更美的家鄉前進著 亞伯倫也看明白了一件事 就是有一天他必定也會踏上同一條路 直奔天家 亞伯倫也看明白了一件事 有一天他也會踏上這條路 直奔天家 其實聖經早前已經提到 在亞伯倫以撒的時候 其實早前聖經已經提到 當亞伯倫以撒的時候 他已經通過信心的考驗 他已經通過信心的考驗 全心盼望神所預備天上的家 而且他更加深深地相信人是會復活的 而且他更加相信人是會復活的 有一天他必定會復活 而進入神為他預備美好屬天的家鄉 有一天他必定會復活 來進入神為他預備這美好屬天的家鄉 所以他也盼望等待著薩拉復活的一天 所以他也等待盼望著薩拉復活的那一日 雖然有這個盼望 但暫別的時候也讓亞伯倫非常不捨 雖然有這樣的盼望 但這暫別的過程也讓亞伯拉罕感到非常不捨 所以他就為薩拉哀動哭號 所以他就為薩拉哀痛哭 聖經第三次就說 後來亞伯拉罕從死人面前起來 23章3節這邊說 後來亞伯拉罕從死人面前起來 起來這個字表示他的信心和他的靈性 都從憂傷當中醒轉過來 起來表示他的信心和靈性都從憂傷之中醒過來 他看見面前他所深愛的人雖然死了 但他相信他必定會復活 他看到他面前這深愛的人雖然死了 但是並復活 所以他就放下他的憂傷 然後他就來找當地的主人 嚇人來說話 所以他就放下了他的憂傷 就來到了當地的主人赫仁面前來說話 第四節很特別他說 我在你們中間是愛人是寄居的 求你給我一塊地好埋葬我的死人 第四節很特別 我在你們中間是外人是寄居的 求你們在這裡給我一塊地 我好埋葬我的死人 原來當亞伯拉罕一起來的時候 他就看見一點就是 我是寄居之人 原來當亞伯拉罕起來的時候 他就看到一點 原來我是寄居之人 他看到他在世間是寄居的 他看到他在世間不過是寄居的 這個世界是暫時的 這個世界是暫時的 亞伯拉罕真正的盼望是在天上 亞伯拉罕真正的盼望是永恆的家是在天上的 他知道他不過在地上暫住 有一天他要離開 他知道他不過是在地上暫居 有一天他會離開 他要去神為他預備的地方 他要來到神為他預備的地方 薩拉已經先走一步了 薩拉已經先走一步 所以他決定要放手 所以他決定要放手 讓薩拉不在他的眼前 讓薩拉不在他的面前 所以他要將他埋葬 所以他要將他埋葬 但是問題就來了 但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不葬去別氏巴呢 為什麼不葬在別氏巴 他已經在那裡住了那麼久 他們已經在那裡住了那麼久 又或者為什麼不葬回他的鄉下吾爾呢 又或者為什麼不葬回自己的鄉下吾爾呢 這個地方是與神聯合的地方 這個地方呢是與神聯合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希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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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亞伯拉罕決心要將妻子葬在這裡 所以亞伯拉罕決心要將妻子葬在這裡 這個決定所表示出來的就是 有一天他自己都會葬在這裡 與他的妻子相會 這個決定也表示有一天他也會葬在這裡 與他的妻子相會 其實以色列人和中國人 很多的習俗都是很相近的 其實以色列人和中國人 在許多習俗方面都很相似的 中國人很講求樂業歸根 中國人講求樂業歸根 我們上一代的老人家 很喜歡將自己死後撞回鄉下 我們上一代的老人家 他們都希望自己死後能夠葬在自己的家鄉 不過亞伯拉罕就選擇了希伯倫 但是亞伯拉罕他卻選擇了希伯倫 因為他要將自己的根扎根在從神的聯合之上 因為他要將自己的根扎根在神的聯合之上 這個就是希伯倫的屬靈意義 這個就是希伯倫的屬靈意義 所以亞伯拉罕決定不將妻子葬回家鄉 也不葬去別士巴 所以亞伯拉罕決定不將妻子葬回家鄉 也不葬在別士巴 反而要葬在希伯倫 他要為神、為妻子、為子孫得著希伯倫 他要為神、為妻子、為子孫得著希伯倫 這個對今天的意義是什麼呢? 這個對我們今日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們要看到有神同在的地方 能夠跟神聯合的地方 才是我們應該直跟的地方 我們要看到有神同在的地方 能夠跟神連結的地方 才是我們應該要直跟的地方 亞伯拉罕他是住在別士巴 亞伯拉罕住在別士巴 別士巴的意思就是盟約 別士巴的意義就是盟約 就像我們剛剛認識耶穌的時候的盟約一樣 就好像我們剛剛認識耶穌的時候的盟約是一樣的 但是在這個時候亞伯拉罕起來醒了 但是在這個時候 亞伯拉罕起來醒過來了 他不是要停留在這個盟約裡面 而是他要更加盡心去到與神連結的地步 他不是只是停在蒙約這個階段 他要更深的一步來跟神連結 所以在這個時候 他起來就要決定他要進入希伯倫 所以在這個時候他就起來 他決定要定義進入希伯倫 向著希伯倫進發 向著希伯倫進發 要跟神連上 要和神連上 去到新約的時候 他來到新約的時候 耶穌這樣教導我們 耶穌是這麼教導我們的 然後福音十五章第五節 約福音十五章五節 耶穌說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尚在我裡面 我也尚在你們裡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你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耶穌說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藏在我裡面的 我也藏在他裡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你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原來和神連上 是最重要的 原來和神連上 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紮根 在和神的聯合之中 我們要紮根 在神的聯合之中 如同枝子 連於葡萄樹上一樣 如同枝子 連在葡萄樹上一樣 這個就是希伯倫的 屬靈意義 這個就是希伯倫的 屬靈意義 亞伯倫一生都跟隨神 亞伯倫一生都跟隨神 他也成為了跟隨神的人的美好的榜樣 他也成為了跟隨神的人的美好榜樣 其實來到創世紀23章 亞伯倫已經走到他人生接近尾聲了 其實來到創世紀23章 亞伯倫已經來到他人生的尾聲了 但即使到了這個時候 其實神應祇要賜給他的應祇之地 他還未曾得著 但即使到了這個階段 神應許賜給他的應許之地還沒有得著 但他在這個時候選擇要走向希伯倫 但在這個時候他選擇要走向希伯倫 他就要走向跟神有更深的連結裡面 他要走向跟神有更深的連結裡面 所以他就要決定為神得著希伯倫 所以他就決定要為神來得著希伯倫 剛才我們說過其實這個地方叫基利亞巴 就是巨人之城 剛剛我們講到這個地方之前叫基利亞巴 也就是巨人之城的意思 當地這些人這些客人 其實他們不想亞伯拉罕擁有這片土地業權 他們最多只是想讓他可以在這裡埋葬他的死人 最多就是讓亞伯拉罕來在這個地方埋葬他的死人 因為他們知道只要葉權沒有轉讓給亞伯拉罕 總有一天他們強大的時候 可以叫亞伯拉罕離開移走他的墳墓 當然他們也知道亞伯拉罕並不是普通人 但是同時他們也知道亞伯拉罕並非普通人 因為亞伯拉罕背後有一位創天造地的神 因為亞伯拉罕背後有一位創天造地的神 所以第五節你看到這些客人如何回答亞伯拉罕 所以在五節我們看到這些客人怎樣回答亞伯拉罕 第六節他就說 我主請聽你在我們中間是一位尊大的王子 只管在我們最好的墳地裡埋葬你的死人 我們會有人不用你在他的墳地裡埋葬你的死人 六節我主請聽你在我們中間是一位真大的王子 只管在我們最好的墳地裡埋葬你的死人 我們沒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墳地裡埋葬你的死人 你在他們當中是一位尊大的王子 你在我們當中是一位尊大的王子 意思就是神使你尊大在他們面前如同王子一樣 意思就是神使你尊大在他的面前如同王子一樣 這一份神的同在他們不敢得罪不敢拒絕 這一份神的同在他們不敢得罪也不敢拒絕 但是至於土地的業權絕對不能轉讓 但是至於土地的業權絕對不能轉讓 因為客人清楚知道如果亞伯拉罕沒有這個業權 因為賀人清楚如果亞伯拉罕沒有這份業權 他在這個客人之地永遠都只是一個寄居 他在這個賀人之地永遠都只是寄居的 這塊地永遠都不會真正屬於亞伯拉罕 這塊地永遠也不會真正屬於亞伯拉罕 所以給他暫用給他埋葬死人可以 但是不可以轉讓這個權兵 所以讓他使用讓他埋葬可以 但是絕對不能讓他擁有這片土地的權兵 所以他們就說最好的墓地你可以使用 但是主權不會交給你 所以他們就說最好的墓地可以讓你使用 但是主權絕對不會交給你 用今天的說法 就是這個地只租不賣 就是這個地方只租不賣 甚至可以免費給你使用 甚至可以讓你免費使用 不過不會轉讓 但是不會轉讓 有一天你要歸還 有一天你要歸還 這個就是賀人的意思 其實亞伯拉罕中環走遍了迦南地 其實亞伯拉罕走遍了迦南地 但是他未曾真正得著這塊土地 但是他卻未曾真正得著這塊土地 信心上、靈性上是領受這個地方 是神要賜給他的 信心上、靈性上他已經領受這塊土地 是神要賜給他的 但是PP就連他所居住的別士巴 他都沒有真正在主權上擁有 但偏偏就連他長久居住的別士巴 他也未曾真正擁有 亞伯拉罕突然間看明白了這件事 亞伯拉罕突然間看清楚了一件事 所以他就認定希伯倫 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地方 所以他就認定了希伯倫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地方 他是一個屬靈的橋頭堡 他是一個屬靈的橋頭堡 只要得著他 最後就可以得著整個迦南地 只要得著他 最後他就可以得著整個迦南地 所以亞伯拉罕偽然的決定 他要將他的根直跟起希伯倫 所以亞伯拉罕就堅毅地決定 他要直跟在希伯倫 就是要為神得著應許之地 就是要為神來得著應許之地 這個就是為何薩拉要走到希伯倫 離開這個世界 這就是為何薩拉要走到希伯倫 接著離開這個世界 薩拉就在他離開的時候 喚醒了亞伯拉罕 薩拉就在他離世的時候 讓他喚醒了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看見他起來 他就要得著迦南地 他知道要得迦南地 就要先得著希伯倫 亞伯拉罕都醒來起來 並且他看到他要得著這個應許之地 他必須要得著希伯倫 既然活在神的盟約的別士巴 既然活在神的盟約的別士巴 就更要走上同神連結的希伯倫 就更要走上與神連結的希伯倫 並且我們的屬靈生命都要這樣的盡心 弟兄姊妹我們的屬靈生命也要這樣的盡心 我們要追求越來越跟神聯合 我們要追求越來越深的與神聯合 所以亞伯拉罕就在死人的面前起來 所以亞伯拉罕就在死人的面前起來 他要盡心 他要盡心 他要前進 他要為神得著希伯倫 他要為神得著希伯倫 在這個時候我就想起一個老人家 在這個時候我就想起了一位老人家 他的名字叫布永康 他的名字叫布永康 Winhard Bonnke Winhard Bonnke 他是一個德國人 他是一位德國人 但是他在神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夢想 但是他在神面前有一個很大的夢想 就是他要為神得著整個非洲 就是他要為神得著整個非洲 這個夢想是從他十幾歲的時候 就直跟在他心裡 他一路都等待機會 但是偏偏就拿不到非洲的入境簽證 但是偏偏就一直等不到非洲的入境簽證 多次拒絕他入境 後來他就突然間有一個想法 後來他突然間有一個想法 他說神你給我一個突破點 當我去到這個突破點的時候 我要先得著這個地方 當我來到這個突破點的時候 我要先來得著這個地方 透過這個地方我要為你得著整個非洲 透過這個地方我要為你來得著整個非洲 後來神真的為他開了一道奇妙的門 後來神真的為他開了一道奇妙的門 終於他進入非洲 終於他就進入了非洲 但是他的日子很艱難 但是他的日子也很艱難 甚至沒有錢交租 甚至沒有錢交房租 只是他最艱難的時候 就在他最困難的時候 他向神祷告 他向神祷告 神說我可以給你一百萬 神說我可以給你一百萬 他跟神說 他跟神說 我不要一百萬 我不要一百萬 我要一百萬的靈魂 我要一百萬的靈魂 我要整個的非洲歸主 我要整個的非洲歸主 自從這個禱告之後 自從這個禱告之後 他的步道會席捲整個非洲 他的步道會席捲整個非洲 一個星期的步道會下來 真的有一百萬人 欠自信耶穌 一個星期的步道會下來 真的有一百萬人信耶穌 整個非洲被他翻轉改變 整個非洲都被翻轉改變 但他自己也說 他自己也說 他感恩的是 他為神先得著第一個地方 他感恩的是 他先為神得著第一個地方 從第一個地方開始 神就將整個非洲糧給他 從第一個地方開始 神就將整個非洲糧給他 那個就是他的希伯倫 這個就是他的希伯倫 但是今天神也要帶領我們 弟兄姊妹 今天神也要帶領我們 我們都要在這裡宣告 我們要得著新銳的希伯倫 我們也要宣告 我們要得著新銳的希伯倫 透過這個希伯倫 我們要為主得著全地 透過這個希伯倫 我們要為神得著全地 讓香港幾百萬人 都能夠看見耶穌是世界的光 讓香港幾百萬人 都能夠看見耶穌是這世上的光 亞伯倫看見了 亞伯倫他看見了 所以他說 我要買希伯倫這個地方 所以他說 我要買希伯倫這個地方 我要更深地跟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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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更深地與神連結 我要更深地與神連結 這個決心這個植根 表示他要跟神連結得更加緊密 這個決心跟植根 就代表他要與神連結得更緊密 但是阿伯倫我心裡清楚明白 但是亞伯倫心裡也清楚明白 要這樣跟著神連結上神的時候 其實是要付上代價的 要這樣跟著神連結於神的時候 其實是要付上代價的 究竟他預備付上什麼代價呢 究竟他預備付上什麼代價呢 究竟他預備付上什麼樣的代價呢 讓我們一起看今天訊息的第二個大點 讓我們來看今天信息第二大點 興起預備付上代價 興起預備付上代價 我們一起讀創世紀23章的七到九節 我們一起讀創世紀23章七到九節 阿伯倫就起來 向那地的客人下拜 對他們說 你們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 使他不在我眼前 就傾聽我的話 為我求所核的兒子以忽倫 把田頭上那麥彼拉洞給我 他可以按著竹架賣給我 做我在你們中間的墳壁 阿伯倫起來 阿伯倫起來 喜來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興起 喜來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興起 其實這段經文在第三節的時候 已經提到阿伯倫從死人面前起來 其實這段經文在第三節的時候 已經提到阿伯倫從死人面前起來 為什麼來到這裡又要再一次寫他起來呢 為什麼這裡又要再寫一次他的興起呢 因為第二次的興起 強調的是他的靈性的興起 因為這第二次的興起是在強調他的靈性的興起 強調的是在他的裡面 他用信心決定了要付代價的決心 強調他在裡面用信心決定了他要付代價的決心 第一次的起來 阿伯倫眼睛打開 看見自己不過是寄居的 第一次的起來是 亞伯倫打開他的眼睛發現他是寄居的 他的家鄉不在吳爾 他的家鄉不在吳爾 也都不在別士巴 也都不是別士巴 他的家鄉是在希伯倫 是跟神聯合的這個意義上 他的家鄉是在希伯倫 是在與神聯合的意義上 在這樣的眼光當中 他決定放手埋葬她的愛妻 在這樣的眼光當中 他決定放手來埋葬她的愛妻 等候復活重慾的一天 等候復活重慾的那一天 這是在第一大點裡面 我們看見興起的意思 這是第一大點我們看見這個興起的意思 是第一重的興起 是第一重的興起 是信心和看見上的復興 是信心和看見上的復興 接著在這段第二段的經文裡面 我們又看到他再次記載他的興起 接著我們在第二段的經文裡面 我們又再次看到的再一次的興起 而這一重的興起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他去找我們的客人 而這第二重興起 就是他去找當地的賀人 所以第八節就說 如果你們有意思 叫我埋葬我的死人 死他不在我的眼前 就可以聽我的話 為我求這個所赫的兒子以弗倫 將田頭上麥比拉凍給我 我可以按著竹架賣給我 所以巴傑這邊說 你們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 使他不在我眼前 就傾聽我的話 為我求所俠的兒子以弗倫 把頭天上那麥比拉凍給我 他可以按著竹架賣給我 這個是他的決心和行動上的興起 這是他的決心和行動上的興起 這個興起比上一個興起更加實在 更加有信心、更加有力量 這次的興起比上一次的興起 是更加實在、有信心、有力量 他有一個更加深的體見 他有一個更深的看見 竟然亞伯拉罕在這個時候 在希伯倫鎖定了一個目標 既然現在亞伯拉罕在希伯倫 他鎖定了一個目標 他指明要鎖下的兒子以弗倫 田頭上的麥比拉凍 他指明要鎖下的兒子以弗倫的田頭上 納麥比拉凍 我知道新裔導演節目都很聰明 為什麼亞伯拉罕突然想到這個地方呢 我知道我們新裔的弟兄姊妹都很聰明 為什麼亞伯拉罕突然想到這個地方呢 希伯倫這麼大 為什麼偏偏要這個洞呢 為什麼希伯倫這麼大偏偏要這個洞呢 原因是因為麥比拉有它獨特的意義 原來是麥比拉有它獨特的意義 麥比拉的意思就是portion 麥比拉的意思就是portion 就是一個份額 就是一個份額 所以亞伯拉罕指明要這個地方 所以亞伯拉罕指明要這個地方 他要在迦南地為神得著他的一份 他要在迦南地去得著神給他的那一份 他要在這個應許之地佔一席位 有他說話的那一份 有他權柄的那一份 有他權柄的那一份 因為他知道當他擁有這個地方的業權 他就可以對這個地方來說話 因為他知道當他擁有這個地方的業權 他就可以對這個地方來說話 今天我們可以很容易明白這件事 今天我們可以很容易地來明白這件事 大家如果在香港有買樓是業主的話 大家如果在香港買樓是業主的話 你就發現你可以對你所住的地方說話 你可以對這個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來說話 你可以對這個業主大廈整個的法團來說話 你就有你的投票權 你有投票權 你可以決定究竟要不要翻新你的座大廈 你可以決定要不要翻新這座大廈 是不是很重要 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亞伯拉罕突然間清楚明白這件事 所以亞伯拉罕突然間清楚明白這件事 神我要在應許之地得著我的一份 神我要在應許之地來得著我的那一份 神我要有權柄對這個土地來說話 我要有權柄對這片土地來說話 我要有權柄將這個土地分配給我的子子孫孫 我要有權柄向這個土地分配給我的子子孫孫 所以亞伯拉罕要為神得著麥比拉洞 得著希伯倫 所以神要為神來得著麥比拉洞 來得著希伯倫 今天我們都要在神的國裏面得著神給我們那一份 今天我們要在神的國裏面得著神要給我們的那一份 守住神給我們的那一份 守住神給我們的那一份 我們更加應該要求問神糧給我們的那一份 究竟在哪裏 我們更加要求問神糧給我們的那一份究竟是什麼 神差新醉老一一來到中上環這個地方 神差新睿611來到中上環這個地方 神應許我們要在這個地方大大的發望 所以我們都要起來為神得著希伯倫 所以我們要為神得著希伯倫 希伯倫都要成為我們頭一塊的產業 希伯倫要成為我們的頭一份產業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因為當我們得著希伯倫之後 我們就可以為神得著整片的土地 因為當我們為神得著希伯倫之後 我們就可以為神得著整片土地 神的心意是要我們起來得著列邦列國 神的心意要我們起來來得著列邦列國 要讓更多的人認識耶穌 要讓更多的人來認識耶穌 所以我們要先在這個地方得著我們權柄的一份 所以我們要先在這個地方得到我們權柄的那一份 亞伯拉罕清楚了 亞伯拉罕清楚了 亞伯拉罕看見了 他看見了 他要得著希伯倫 他要得著希伯倫 所以他就預備要負上十足的代價 所以他就預備要負上十足的代價 他就跟對方說你可以按著竹架賣給我 所以他就對對方說你可以按著竹架賣給我 表明亞伯拉罕的決心 表明亞伯拉罕的決心 而且是按十足的代價 而且是按著十足的代價 他根本不打算討價還價 他根本不打算討價還價 但今天我們在跟隨神的路上 我們有沒有這個心態為神預備付上十足的代價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心態 願意為神付上十足的代價 還是其實我們一路跟隨神 一路討價還價 還是我們一路跟隨神 一路跟神討價還價 就像Berkeley一樣 就像Berkeley一樣 神跟他說十五萬 神跟他說十五萬 他就說十五千 他就說是十五千 是不是 幸好他不是說十五元 還好他沒有說是十五塊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心態 所以這是我們的心態 不過在亞伯拉罕的心中 不過在亞伯拉罕的心中 他認為可以為神得著希伯倫 他認為如果能夠為神得著希伯倫 能夠走上神的心意計劃與神聯想 能夠走進神的心意計劃與神聯想 就算要付上十足的代價 都是值得的 就算要付上十足的代價也是值得的 上個禮拜Jasmine跟我們分享的訊息 上個禮拜Jasmine和我們分享的信息 那位無名的婦女 都是一樣甘心的為耶穌打破肉憑 那位無名的婦女也一樣 他願意為耶穌打破肉憑 付上一切的代價 他都認為是值得的 付上一切的代價 他也認為是值得的 我記得當時我在舞堂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我人在舞堂的時候 2003年的時候 張恩年牧師呼召我加入611的全職同工團隊 2003年張恩年牧師呼召我加入611的全職同工團隊行列 其實我等這個呼召等了很久 其實我等這個呼召等了很久 我知道是我要服侍神的時候到了 我知道我要服侍神的時間到了 我跟牧師說 你給我兩個星期的時間 你給我兩個星期的時間 我結束我的公司 將我的股份送給我的拍檔 我就來 我結束我的公司 並且將我的股份送給我的拍檔 我就來 其實我還有一件事要處理 其實我還有一件事要處理 就是我要跟銀行傾債務重組 就是我要和銀行來談債務重組 因為當我進去教會這個團隊的時候 我的人工收入就會完全改變 因為當我加入教會之後 我的整個人工薪酬都會全部改變 所以我需要跟銀行傾債重組 所以我必須要先跟銀行來談重組 誰知道銀行跟我說 怎麼知道銀行跟我說 黃先生 我們看過你的新的職業安排 我們看過了你的新的職業安排 坦白說 你這份新工沒有前途 你這份新工是沒有前途的 如果你真的決定轉工 如果你真的決定要換工作 就不要麻煩重組了 那我們也不用談重組了 我直接告你破產 我直接告你破產 不過這樣 如果你繼續做生意 如果你繼續做生意 你有什麼好項目 你有什麼好的項目 缺乏資金的話 你可以跟我們商量 如果你欠資金 你可以跟我們商量 我們很樂意支持你 我們非常樂意來支持你 原因是 原因是 當年我是這間銀行的十大客戶之一 當年我是這間銀行的十大客戶之一 他很不想我轉行 他其實很不希望我換工作 我也覺得他可能是嚇嚇我 我覺得他可能只是嚇嚇我而已 最重要是意志堅定 告訴我 是要轉工 最後我還是意志堅定地告訴他 我決定要轉 誰知道銀行說得出做得到 2005年正式上法庭 2005年正式上法庭 銀行告了我破產 銀行告我破產 其實你說我有沒有其他選擇 其實你說我有沒有其他的選擇 其實銀行都是逼我 只要我不轉工就可以了 其實銀行也是逼我 只要我不換工作不就結了 但是在我的心裡 我知道我要得著希伯倫的時候到了 我知道我要得著希伯倫的時候到了 我要為神付上代價 我要為神來付上代價 即使是破產我都要服侍神 即使要破產我都要服侍神 所以2005年我就成為一個最快樂的破產人士 所以在2005年我就成為了最快樂的破產人士 很多人都告訴你你破產這個人不行 他又不行 以後很多的東西你都沒有了 那個時候人家說你破產了 你這個也不能做那個人不做 很多事情你都沒了 但當我破產之後 雖然我沒有了世上的很多東西 但是神給我的 遠遠超過我所想所求 但在那時雖然我破產了 我好像失去了世界上很多東西 但後來神糧給我的卻遠遠超過我所想的 Berkeley分享當他進行十一奉獻的時候 他的電腦等等抽獎就有 Berkeley分享當他願意十一奉獻之後 他的電腦等等之類的抽獎就可以拿到了 我記得我們破產那一年 我記得我破產那一年 其實我跟我太太有一天就自己聊天 所以有一天我就和我太太聊天 我跟她說其實我們從來沒有去過日本 我說其實我們從來沒有去過日本 但現在我破產 應該這一世都沒有機會請你去日本旅遊 我跟我太太這樣說 但是現在我破產了 我這一輩子都沒有辦法請你去日本旅遊了 但當我們說完這句話沒多久 當我們聊完這兒沒多久之後 有一位弟兄 有一位弟兄 他突然跟我們說 他突然跟我們說 我請你去日本旅遊 我請你去日本旅遊 帶你太太去 帶你太太來吧 行程所有食宿所有費用全部我包 行程所有食宿費用全部由我來包 然後他帶我們去日本 之後他帶我們去日本 他是日本通 他招呼我們所住的全部都是日本最美的酒店 最好的行程 他還做了我們的司機 帶著我們周圍去 他招待我們在日本所住的酒店 全部都是最棒的酒店 而且他親自成為我們的司機 帶我們前往日本旅遊各處 弟兄姊妹我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弟兄姊妹我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當我們願意付上代價你們去跟隨與神連結的時候 當我們願意付上代價 願意跟隨與神連結的時候 其實神要給我們的是超過我們所想所求 當我們下定決心付出自己去回應神的時候 當我們下定決心付出自己 XX代價的時候 當我們願意做出十足代價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經歷神了 神做工的時候就到了 神施恩的時候就到了 神施恩的時候就到了 等之外我們能夠聰明才能把握這個時機 弟兄姊妹,我們要夠聰明 能夠大家把握這個時機 原來當亞伯拉罕預備好 擺上十足代價的時候 原來當亞伯拉罕決定要擺上十足代價的時候 奇妙的事情就發生了 我們來看今天第三大點 我們來看今天的第三大點 Carous Moment,得著希伯倫 Carous Moment,得著希伯倫 我們一起來讀創世紀23章10至20節 我們一起來讀創世紀23章10至20節 當時以弗倫正坐在客人中間 於是客人以弗倫在城門出入的 客人面前對阿伯拉罕說 不然我主請聽 我送給你這塊田 連田間的洞也送給你 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給你 可以埋葬你的死人 阿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面前下拜 在他們面前對以弗倫說 你若英雲請聽我的話 我要把田價給你求你收下 我就在那裡埋葬我的死人 以弗倫回答阿伯拉罕說 我主請聽 值四百謝哈勒銀子的一塊田 在你我中間還算什麼呢 只管埋葬你的死人罷 阿伯拉罕聽從了 以弗倫照著他在客人面前所說的話 把買賣通用的銀子 評了四百謝哈勒給以弗倫 阿伯拉罕聽於是 麥比拉萬利前 以弗倫的那塊田和其中的棟 並田間四圍的樹木 都定准歸於阿伯拉罕 乃是他在客人面前 並盛門出入的人面前買妥的 此後阿伯拉罕把妻子薩拉埋葬 在加蘭地萬利前的 麥比拉田間的棟裡 萬利就是希伯倫 從此那塊田和田間的棟 就值著客人定准歸於阿伯拉罕造墳地 正當阿伯拉罕興起的時候 正當亞伯拉罕興起的時候 表明他要得著麥比拉洞 表明要得到麥比拉洞 而且他心裡已經立定心志 哪怕要負上十足的代價 他都要造成這件事 而且他的心中也已經立定心志 哪怕要負上十足的代價 他都要做這件事 但這個時候最關鍵的事情 就是先要找到麥比拉洞的業主 但這個時候最關鍵的事情 就是要先找到麥比拉洞的業主 跟他談好價錢、價格等等細節的問題 跟他談好價錢、價格等等細節 而就在這個時候聖經說 當時以佛林正坐在客人中間 就在這個時候聖經說 當時以弗倫正坐在赫人中間 你看見嗎 所以當阿伯拉罕一說我要那個洞的時候 業主就在這裡 所以你看到了嗎 當亞伯拉罕說我要得著這個洞的時候 突然間這個業主就在這 業主在這個時候就出現在亞伯拉罕的眼前 業主就在這個時候 出現在亞伯拉罕的面前 你有沒有發覺很巧合 你有沒有覺得很巧合呢 其實當我們要買金黃行 就是我們現在稱為希伯倫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買金黃行 就是我們現在稱為希伯倫這個地方的時候 對方的業主都好像突然間出現在我們眼前一樣 對方的業主就好像也是突然間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一樣 真的約都沒有這麼巧合 真的約都沒有這麼巧合的 而且當我們一同他開口的時候 而且當我們一開口的時候 香港人真的沒有試過這樣買樓的 香港人真的沒有這樣買樓的經驗 當我開口的時候 他說你是牧師 你的教會要買 我便宜一百萬 他就立刻開口說 你是牧師 原來是你們教會要買 我立刻給你減價一百萬 如果我們每個買樓都這麼順利 我想都很開心 你有想過當你每次要買樓 人家業主就主動開口給你減價一百萬 你要用信心領受 你說神啊 我都要伸入這一份的恩膏 那你要用信心來領受 說神啊 我也要欣賞這一份恩膏 這個人恰巧就是這個時候出現 這個恰巧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所有時間時機其實都掌握在神的手裡 所有的時間時機其實都掌握在神的手裡 這個人及時的出現其實是神的手在背後推手一切的發生 這個人事實的出現其實就代表神的推手 推動這一切所有事情的發生 所以這個是一個Kairos moment 就是神要作弓的神聖時刻 所以這就是一個Kairos moment 也就是代表神神聖作弓的時刻 既然在這個時候 他就出現在阿伯拉罕的眼前 既然在這個時候 他就出現了在亞伯拉罕的眼前 其實也都讓這個人沒有退路 沒有得走 沒有得躲 其實也就讓這個人沒得走 沒有退路了 面子上要過得去 所以他就跟阿伯拉罕說 我送這塊田給你了 面子上要過得去 所以他就對亞伯拉罕說 這塊地我就送給你了 連那些田裡的洞都送給你 你可以在裡面埋葬你的死人 連這個土地上的洞也送給你 你可以在這裡埋葬死人 其實他的意思是 他根本不願意把這個地方的主權轉讓給阿伯拉罕 其實他言下之意 其實是他根本不想把這塊地的夜權轉給亞伯拉罕 不過阿伯拉罕也充滿智慧 充滿信心 但是亞伯拉罕也充滿了智慧 充滿了智慧 他立即把握著這個凱羅斯莫 就跟對方說 不如你賣給我吧 那亞伯拉罕就即刻把握凱羅斯莫 跟他說不如你賣給我吧 我要將田價 即是將那些錢立即給你 我要將田價 有這支錢即刻給你 對方又很聰明 對方也很聰明 既然推不掉 竟然推不了 所以他就開了一個天價出來 他就開了一個天價出來 我們看十五節 我們來看十五節 表面上很客氣 表面上是客客氣氣的 他說我主請聽 即是四百四下的一塊田 在你我當中又算是甚麼呢 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 十五節 我主請聽 只四百社科樂影子的一塊田 在你我中間還算甚麼呢 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 阿伯拉罕一聽到以忽倫這樣說 立即照著他所說的 就在客人的面前 將買賣通用的銀子 平了四百四下 給以忽倫 十六節 阿伯拉罕一聽以忽倫 這麼說 他就照著在他客人面前所說的話 把買賣通用的瓶子 平了四百社科樂給以忽倫 這幅圖畫很特別 這幅圖畫很特別 他一說阿伯拉罕立即不講價 然後馬上就一大塊錢拿出來 給你了 所以阿伯拉罕一聽到這個價錢 他就也不討價還價 一聲就 這個銀子拿出來給你了 好像還怕他會反吼 好像擔心他會反悔一樣 不要夜場沒動 立即就定了他 話不多說立刻給你 一筆過 一筆過 清了他 簽約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以弗倫所開出的這個價錢 真的是天價來的 其實以弗倫他所開出的價錢 真的是天價來的 我們來計算一下 我們來算一下 在阿伯拉罕這件事之後的一千年後 在亞伯拉罕這件事的一千年之後 以色列最有名的大衛王 其實都買了一個地 以色列最有名的大衛王 其實他也買了一座地 他就是將今天的聖殿山 整個山頭買了下來 也就是將聖殿山 整個山頭都買了下來 當時這個山頭是一個和場 當時這個山頭是一個河場 他買這個和場 還連和場裡的牛都買了 他買這個和場 連河場上的牛也買了下來 他用了多少錢 他用了多少錢 50石克勒的銀子 他只用了50色克勒的銀子 不過是在亞伯拉罕這件事 一千年後 但是這件事是發生在 亞伯拉罕買希伯倫的一千年之後 我們精明地計算一下 我們來精明地計算一下 如果一年的通脹率只是3% 如果一年的通脹只有3% 一千年後 其實就是說 那個價錢增長了最少30倍 一千年後 最少這個價值就生長了30倍 所以400色克勒乘30 就是一萬二千 所以400色克勒乘30 就是一萬二 大衛可以用50色克勒買一個山頭 大衛可以用50色克勒買下整個山頭 亞伯拉罕用一萬二千色克勒 買了一個田和當中的洞 而這個亞伯拉罕用一萬二千 然後你為我得作中環一個小小的單位 但是要出價是比市價高出240倍 有誰願意 但是這個價錢要高出市價的120倍 有哪一個願意 願意的請舉手 願意的請你舉手 我也想跟你交換電話 我也想跟你交換電話 果然大家都是精明的消費者 果然大家都是精明的消費者 又有另一個案例 又有另一個例子 我們很熟悉的耶利米先知 我們很熟悉的耶利米先知 他也買了一塊地 他也買了一塊地 我做過少許的research 我做了一個小小的研究 耶利米買的那塊地 和亞伯拉罕買的那塊地的大小 應該差不多 耶利米買的這塊地 和亞伯拉罕買的這塊地 其實大小應該是差不多的 耶利米出手用了多少次買呢 耶利米出手用了多少錢來買呢 17摄克勒 17摄克勒 如果相對亞伯拉罕的12000 如果相對於亞伯拉罕的12000 今次亞伯拉罕的出手 比耶利米足足多了705倍 就代表亞伯拉罕的出手 足足是耶利米的705倍 在我們當中的弟弟姊妹 又有誰願意出價705倍 為耶穌買在那塊地呢 在我們的弟兄子當中的弟兄姊妹 有沒有哪一位是願意 為這個出了705倍的釋駕 來為耶穌得一塊地呢 有的請舉手 有的請舉手 果然都是精明的消費者 果然大家都是精明的消費者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耶穌倫表面上客氣慷慨 所以你就看到 以佛倫表面上是慷慨客氣 但實際上其實他是獅子大開口 但實際上他是獅子大開口 他的目的當然是想亞伯拉罕 知難而退 放棄這個買地的計劃 他的目的當然是希望亞伯拉罕 能夠知難而退 放棄買地的計劃 但亞伯拉罕竟然沒有討價還價 而且且付出這個天價也在所不惜 但是亞伯拉罕居然沒有討價還價 他甚至願意付出天下大家都在所不惜 因為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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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得著希伯倫之後 他會得著整個的加南地 因為他知道當他得著希伯倫之後 他會得到整個的加南地 希伯倫太重要了 希伯倫彷彷彿彿打開了通天的大門 希伯倫彿彿打開了通天的大門 讓人與神可以聯想 讓人與神可以聯想 希伯倫也打開了得著全地的勝利之門 希伯倫同時也打開了得著整個全地的勝利之門 在亞伯拉罕的心中 得著希伯倫雖然要付上代價 在亞伯拉罕的心中 得著希伯倫雖然要付上代價 但是這個回報其實也大得驚人 但是這個回報卻也都大得驚人 因為他所看的不是錢 那是神 因為他看的不是錢 他看的是神 跟神的連結 神的同在那是無價的 神的連結與同在那是無價的 所以亞伯拉罕要像釘一樣 釘在這塊土地上 所以亞伯拉罕就好像釘子一樣 釘在這個苦地上面 一定要為神得著希伯倫 一定要為神來得著希伯倫 從希伯倫開始 他的子孫可以得著遍地 從希伯倫開始 他的子孫可以得著全地 李姊妹你有沒有發現很特別 弟兄姊妹你有沒有發現很特別 當我師母跟我說 金黃行經常叫金黃行沒什麼恩高 當師母跟我說 這個金黃行 我們一直講金黃行沒什麼恩高 我們要購買的地方 應該要有一個屬靈的名字 我們要購買的地方 應該有一個屬靈的名字 當我祈禱的時候 神說我們那個地方就叫希伯倫 當我跟神祈禱的時候 神告訴我 我們這個要買的地方叫希伯倫 其實當時我都很膚淺 只是覺得這個名字不錯 在聖經上面出現有恩高 其實那時候我的想法也很膚淺 我就想這個名字聽起來不錯 也是出於神的聖經的名字 所以有恩高 直到今個禮拜我預備講章的時候 神才將整個希伯倫的意義 揭開在我們的眼前 直到我這個禮拜準備講章的時候 神就親自為我解開希伯倫這個名字 在聖經裡的意義 神提醒我們要與神聯合 與神同行 神提醒我們要與神連結 與神同行 我們要與神同行 希伯倫是一個開始 希伯倫是一個開始 是我們的頭一塊田 從這裡開始 我們會對這個地方有權兵有主權 從這一刻開始 我們就可以對這個地方有權兵有主權 神要使用我們 這是一個Kairos moment 是神作供的時候 這是一個Kairos moment 是神作供的時刻 其實本來這個禮拜不是排我講道的 其實本來這個禮拜不是排我講道的 因為一些原因所以突然改了我講道 因為一些原因的關係 所以改成這週我講道 按照我們原先的排定也不是講這個題目 按照我們原先的排定其實也不是講這個題目 但我們卻是落在神的奇妙當中 但是我們就是落在神的一個奇妙安排當中 在我預備這篇講章的時候 當我預備這篇講章的時候 其實很奇妙 其實很奇妙 我這個禮拜的心情好像過山車一樣 我這個禮拜的心情好像過山車一樣 開始預備講章 開始預備講章 星期二的時候 星期二的時候 收到銀行的電話 收到銀行的電話 銀行打來 他說黃牧師 他說王先生 關於你們教會申請按揭的申請 關於你們教會申請按揭這一事 我們遇到一些問題 我們遇到了一些問題 因為我們都會順便查一查 你自己個人的信貸記錄 因為我們也順便查了一下 你個人的過去信貸記錄 因為你是這間教會的主任牧師 因為你是這間教會的主任牧師 在香港的這個信貸中心裡 在香港的這個信貸中心裡 我們看到在你個人的那個欄裡面 寫著2005年有些的問題 我們看到在2005年 你個人的記錄裡面 上面寫著有一些問題 沒有寫得很清楚是什麼問題 沒有寫得很清楚是什麼樣的問題 只是說可能有些的付款未清矯 只有說呢 可能有一些付款沒有結清 我們以前也有些客人是這樣的 我們以前也曾經有類似的客戶 有些客人可能就是漏了一期的卡數 我們最離譜的就是有一個客人 就交少了40元 我們其實根據過往的記錄 有一些客戶 他們只是漏腳了一期的信用卡卡數 可能只是漏腳了40元 你會不會都是這樣 會不會你都是這樣的情況呢 或者你有沒有一些文件證明 其實已經清矯了 或者你有沒有相關已經結清的 這樣的文件證明呢 其實當我一聽的時候 其實當我一聽的時候 我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意思05年就是我破產的那一年 2005年就是我破產的那一年 他應該是找到這個紀錄 他應該是找到了這一筆記錄 但因為已經很久了 所以這個紀錄也不清不楚 但是因為已經十日已久 所以這筆記錄也不清楚 我就跟他說 2005年我曾經破產 2005年我曾經破產 你找到的那一筆記錄 應該就是我破產的紀錄 你找到那一筆記錄 應該就是關於我破產的紀錄 其實在我還沒有說這句話之前 其實在我還沒有說這句話之前 對方銀行小姐跟我說 對方銀行小姐告訴我 你可以想一下 你可以想一下 不過已經太久了 但是應該已經很久了 如果你說不記得都沒關係 如果你說你不記得都沒關係 我就通知我們銀行的上頭 我就通知我們銀行的上頭 本來這個貸款已經批了 本來這個貸款已經批下來了 就是因為查到有這一點 所以我們要交上總行 重新再審視 就是因為查到了這一點 所以我們必須重新報回總行 重新再審查 如果你不記得都沒關係 我只需要告訴你 我們的客人不記得 如果你真的記不清楚沒有關係 你就告訴我不記得就好了 但我知道清楚的記得 所以我不想隱瞞 我也不想要隱瞞 我們既然要衛神扣電 我們就要走在光明裡面 我們既然要衛神建電 我們就要行走在光明當中 我就跟小姐說 我就跟那位女士說 2005年我破產 2005年我破產 所以你可以告訴總行 所以你可以抱回總行 小姐就跟我說 小姐就告訴我 由於這是你個人私隱問題 由於這是你個人私隱問題 所以我都不會告訴你們的母會 所以我不會告訴你們的母會 只是說出現了一些問題 只會告訴他們出現了這個問題 我說沒關係 你可以通知我們的母堂 你可以通知我們的母堂 我破產這件事是全教會都知道的 我破產這件事是全教會都知道的 並不是什麼秘密 不是什麼秘密 所以你可以大大方方地跟她說 所以你可以大大方方地告訴她 也可以大大方方地跟你的總行說 也可以大大方方地回報母行 然後我就收到線了 後來我就掛電話了 收到線之後 掛電話之後 我就將ViuTV訪問我的那段片段 就傳給小姐 我就將ViuTV訪問我的片段寄給那個小姐 我就在下面加了一個鑄腳 我在下面加了一句鑄腳 這個就是我破產的原因 這個就是我破產的原因 是一個公開的並不是什麼秘密 是一個公開的事不是秘密 我心裡想 我心裡想 我要將福音的種子 撒在這個人的心裡 我要將一個福音的種子 撒在這個人的心裡 當然了 我的心情就開始坦坦滴滴了 當然我的心情就開始忐忑了 我就開始感覺到有壓力 我就感到有壓力了 出現了變數會是怎樣 出現了變數接下來會如何 會不會不批我們的貸款 會不會不批准我們的貸款 因為在早前的一個星期 因為在早前一個星期 我在大陸買了一層樓 我們要買一層樓 我在舞堂服侍了20年 因為我在舞堂服侍了20年 拆出來的時候 我拿到我的長期服務金 拆出來的時候 我拿到我的長期服務金 當然這筆錢 其實在香港是連一個洗手間都買不到的 當然這筆錢在香港是連一個洗手間都買不到的 所以我買了一個大灣區的很便宜的一層樓 所以我在大灣區買了一個很便宜的一層樓 本來打算在香港做按揭 本來是想要在香港做按揭 按揭之後每個月是供二千多元而已 但按揭披下來之後每個月到公款兩千多塊 我的門徒還笑我 牧師你供樓的錢比我的租車位還便宜 牧師你供樓的錢比我的租車位還要便宜 就算你將來退休也不用擔心 你的三果金也夠供了 就算你將來退銷 你這個也不用擔心了 三果缸 就是水果煎 政府紀錄人家的 你的水果今天也不用擔心了 都可以供房子了 都足夠供房子了 但是呢 但是呢 同樣的 同樣的 最後也是查到2005年這一點 最後還是查到2005年這一點 銀行拒絕我的按揭申請 銀行拒絕了我的按揭申請 我太太就把她的長期服務金給我 我們就買了那層樓 我太太就給我了她的長期服務金 我們就買了這層樓 所以我也在想 所以我就想 不會連教會的按揭都這樣 不會連教會的按揭最後也會如此吧 沒有壓力就是假的 就是這樣的壓力 我心裡想 我心裡想 這個申請不知道又要拖多久 這樣的申請又不曉得要拖多久 因為現在銀行做事很慢 因為現在銀行作業也很慢 如果拖拖拖拖到最後 即使是批帶過了我們要成交的日子 那又怎樣呢 如果這樣拖拖拖拖過了 我們當初要成交的日子 那該怎麼辦呢 要得罪希伯倫這個地方 真的這麼難嗎 要得罪希伯倫這個地方 真的是這麼難嗎 這個禮拜我要講到了 這個禮拜我要講到 那這篇講章又怎樣講下去呢 那這篇獎章又要怎麼講下去呢 我剛剛才定了一個標題 就是第三大點 就是Kairos Moment 得罪希伯倫 我才定下這個獎章第三大點的標題 Kairos Moment 得罪希伯倫 神,我的Kairos Moment在哪裡呢 神,那我的Kairos Moment在哪裡呢 這個究竟是一個什麼的結局呢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呢 我們的信心又怎樣去擺上 我們的信心應該怎麼擺上呢 唯有一切都交給神 唯有一切都交給神 坦坦剔剔 坦剔剔剔 但到了星期五 但到了星期五 正如我要完成這個講章的時候 正當我要完成這篇獎章的時候 已經五、六點了 已經是五、六點了下午 銀行又再打來 銀行又打來了 我心想 我心裡想 不是又有什麼變數嗎 不會又有什麼變數了吧 誰知道對方小姐跟我們說 等一下…怎麼樣知道呢 對方小姐告訴我 黃牧師 黃先生 你們的申請批准了 你們的申請批准了 總行批准了 總行批了 總行批了 利息不變 條款都不變 沒有加增任何的特殊條款 同時我們沒有新加任何的特殊貸款 按照原先的約定 就按照原先的約定 順利通過 順利地通過 現在會將文件交給律師 現在我們會將文件移交給律師 等律師完成之後 等律師完成之後 你們就可以隨時動用這筆款項 你們就可以隨時動用這筆貸款 跟對方業主成交 和對方業主成交 好不好我們將一切榮耀歸給神 我們將一切的榮耀歸給神 我沒有想過星期二出現變數 星期五就全部開綠燈 我沒有想過星期二出現變數 星期五居然全部開綠燈 神真的在我們當中 神真的在我們的當中 神真的要刺一下祂自己的 神真的要刺下祂自己的 神真的要刺下祂自己的 我從來沒有想過銀行會這麼有效率 我從來沒有想過銀行會這麼有效率 我們的神的確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們的神的確是又真又活的神 就像亞伯拉罕要得著希伯倫一樣 就好像亞伯拉罕要得著希伯倫一樣 他預備付代價的時候 正當那時對方就出現 他預備要付代價的時候 正當那時對方就出現了 我們要為神得著希伯倫這個地方 我們要為神來得著希伯倫這個地方 正當那時銀行就效力 正當那時銀行就效力 我們的神真的又真又活的神 我們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 弟兄姊妹我們一同起立 我們要採用敬拜你的呼應神 我們一起用敬拜來回應神 這個部分可以活的神 太驚訝三更好 彬 aonegan 到希伯倫 週二 话语必然尘旧 敬叹 神如此真实 感叹 神心是丰富共益 尽力 神也明知爱贪固 直到生长圈 直到永远 期待 神荣耀展现 扩张我的长度之地 扩张我的生命境迁 令我乘上神迹 驻破先知 神的作为 达尔可谓 扩张我的长度之地 扩张我的生命境迁 爱我 走尽因许将你知处 神的作为 不要切齿 我想邀请我们所有的朋友 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 我想邀请我们所有的朋友 闭上我们的眼睛 神果然在我们当中 神果然在我们当中 神听我们的祷告 神听我们的祷告 神帮助我们突破一切的困难 神帮助我们突破一切的困难 甚至将就座将困难都化为祝福 甚至将咒诅与困难都化为祝福 关键就是 关键就在 你是不是与神连上 你是不是与神连上 所以在这里当所有人都闭上眼的时候 所以当此刻当所有人都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要向你发出一个邀请 我要向你发出一个邀请 如果你还未曾相信耶稣 将耶稣摘在心里面 如果你还未曾信耶稣 还没有将耶稣接到你的心里 今天我向你发出一个邀请 今天我向你发出一个邀请 你相信耶稣 你相信耶稣 你将耶稣摘在你心里面 你将耶稣接到你的心里 让神成为你的帮助 让神成为你的帮助 与神连上 与神连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今天你愿意相信耶稣 今天你愿意相信耶稣 如果有的话 我邀请你 轻轻举起你的手 让我看见 如果有的话 我邀请你轻轻举起你的手 让我看见 我要特别的为你祈祷 我要特别来为你祷告 让耶稣与你连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如果有的话 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 让我看见 如果有的话 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 让我看见 我要为你祈祷 我要来为你祈祷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线上的朋友 线上的朋友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 请你现在跟着我 一个一个月来祷告 请你现在跟着我 一句一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多谢你对我生命说话 多谢你为我生命说话 我向你承认 我向你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犯罪 犯罪 亦不认识你 也不认识你 但是主耶稣 但主耶稣 我今天 我今天 愿意相信你 愿意相信你 接受你 接受你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宰 做我生命的主宰 求主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 扭转我的人生 扭转我的人生 让我可以有能力 让我可以有能力 突破一切的困难 突破一切的困难 与你连结 与你连结 多谢主 感谢主 听我祷告 听我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听支会神要带领我们 得着希伯伦 弟兄姊妹 神要带领我们 得着希伯伦 我深信这个地方 是神赏赐给 新瑞路一一的 头一块田 我相信这个地方 是神场赐给 新瑞六一的头一块田 借着这块田的得着 借着得着这块田 我们对香港的土地 要有我们一份的权柄 我们对香港的土地 要有我们一份的权柄 我们要在香港 宣告神的荣耀临寨 我们要在香港宣告 神的荣耀临寨 透过这块地 透过这块地 神要兴起我们 为祂得着遍地 神要兴起我们 为祂得着全地 所以这个头一块地 非常重要 所以这头一块地 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开始 它是一个开始 它是一个能力的源头 它是一个能力的源头 所以在这个时候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想邀请我们所有人 和土地一起来到南约 所以我想邀请所有人 我们来与土地立约 请我师母也上台 我们请师母也上台 如果你方便的话 如果你方便的话 我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跪下 我请你邀请我们 与我们一起跪下 如果你不方便跪的话 你可以坐在椅子上 没问题 如果你不方便的话 你可以坐在凳子上 没问题 我们可以按手在这个土地上 我们可以按手在这个土地上 请大家跟着我一起 和这个土地来到纳约 请大家跟着我 一同与土地来一约 土地啊 土地啊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对你说话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向你说话 也都奉耶稣基督的名 也都奉耶稣基督的名 宣告 宣告 向你委身 向你委身 我要在这个地方 我要在这个地方 凭借着神给我的感动 凭借着神给我的真理 凭借着神给我的真理 爱护这一块土地 要在你的上面 要在你的上面 栽种神的公义 栽种神的公义 平安 平安 喜乐 所以土地啊 所以土地啊 你要起来 你要起来 为神的国效力 为神的国效力 奉耶稣的名宣告 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们在这个土地上面 有权柄 我们在这片土地上 有权柄 我们要帮助这一片土地 我们要帮助这一片土地 将一切不属神的心意 将一切不属神的心意 将一切不属神的势力 将一切不属神的势力 都从这片土地上面 挪走 都从这片土地上挪走 土地啊你要起来 土地啊你要起来 为神的百姓效力 为神的百姓效力 因为我们爱你 因为我们爱你 我们向你伟生 我们向你伟生 我们来建造你 我们要建造你 让你合乎神的心意 让你合乎神的心意 所以你要起来 所以你要起来 听神的说话 听神的说话 为神的百姓效力 为神的百姓效力 从希伯伦开始 从西伯伦开始 叫遍地都属于神 叫遍地都属于神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与纳我们的祷告 悦纳我们的祷告 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起来 领受从神以来的祝福 来领受从神人来的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愿意与神连结 当我们愿意与神连结 走进希伯伦的时候 走进希伯伦的时候 求主为我们所有弟兄姊妹 打开天上的窗户 求主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打开天上的窗户 庆福在他们的怀中 庆福在他们的怀中 让希伯伦成为他们的祝福 让希伯伦成为他们的祝福 神的荣耀同在 要降临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神的荣耀同在 要降临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神使用我们的 Kairos Moment已经临到 神使用的Kairos Moment已经临到 主当他们愿意起来回应的时候 主当他们愿意起来回应的时候 为神国付代价 为神国付代价 主,祢就要祝福他们 主,祢就要来祝福他们 多而又多 甚至是超过他们的所想所求 甚至是超过他们的所求所想 主,祢也都恩高使用他们 让他们为祢中环走遍各地 让他们为祢在中环甚至走遍各地 凡他们脚掌所踏的地方 凡他们脚掌所接触的地方 主,祢都要赏赐给他们 主,祢都要赏赐给他们 主,我们感谢祢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你知不知道由今天开始 弟兄姊妹,由今天开始 大地与我们之间有一个约 大地与我们之间有一个约 我们要起来外护祂 我们要起来爱护祂 圣经告诉他们 其实地是有生命的 圣经告诉我们 其实地是有生命的 当这些迦南人在他上面行恶的时候 地将他们吐出去 当迦南人在地上行恶的时候 地是将他们吐出去的 所以地很喜欢在他上面的百姓 是信服神的 所以地很喜欢在他们上面的百姓 是信服神的 今天我们跟土地纳约 今天我们和土地立约 我们就要爱这片土地 我们就要来爱这片土地 将神的公义栽种在上面 将神的公义栽种在上面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乱丢垃圾 所以我们希望不要乱丢垃圾 我们越对这个土地好 我们越对这片土地好 土地就会越爱我们 土地就会越爱我们 香港的土地就会为你效力 香港的土地就会来为你效力 你会很容易就买到楼了 你会很容易就买到楼了 因为土地喜欢你 因为土地喜欢你 他巴不得你拥有他的业权 他巴不得你拥有他的业权 他会这样去帮助亚伯拉罕 他会怎样帮助亚伯拉罕 他也要怎样帮助你 他就会怎样来帮助你 因为我们和土地已经立约 因为我们与土地已经立约 愿这个约所带来的祝福和恩高 愿这个约所带来的祝福与恩高 厚厚的临到你 厚厚的临到你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将荣耀掌声归给耶稣 将荣耀掌声归给耶稣 我们今天的崇拜就到这里 我们今天崇拜到此告一段落 愿主祝福大家 愿主祝福大家 你可以到后面来奉献 和订购希伯人的纪念品 我们在后面可以奉献 健殿的奉献 并且领取希伯伦的纪念品 有需要先知服侍的 弟兄姊妹也可以来台前 有需要先知服侍的弟兄姐妹 也欢迎你来台前接受服侍 愿主祝福大家 愿主祝福大家 大家在看的是 新瑞611灵良堂 You are now watching NewCrop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如果你又感动 用奉献支持我们教会 If you want to support our church through offering 欢迎你将奉献 直接传入中国银行户口 Please send your offering directly to our Bank of China account 支票抬头是 新瑞611灵良堂有限公司 The beneficial name for the check is NewCrop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Limited 请你将收据 email到以下的电邮信箱 Please send your receipt to the following email address 如果你想更认识耶稣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Jesus more 或者有需要 我们为你代讨的话 Or if you want us to pray for you 欢迎用email 或者电话联络我们 Welcome you to contact us through email or telephone 祝福你 Bless you 祝福你 众生欢迎你 来信与这国家 Bless you Bless you l